Hello 大家好 我是雪姨 今天很開心和大家做一條ZARA的購片 這兩個星期我分別在兩間的ZARA 一間在中環的ZARA 一間在和玩時代廣場的ZARA買了巨多的衣服 我很想快點出這條影片 希望大家如果看得對的 都可以上他們的網站 又或者是去他們的店鋪看看 這條影片全部都是自費 我完全有單的 不是廣告來的 那我們現在馬上去片了 我要說回我的尺寸給大家聽 我是163cm高 就是108磅 大家都知道我用了四個月 減了差不多20磅 所以在ZARA買的衣服大部分都是細碼 而下身裙的全部都是加細碼 鞋子是38號 我們現在真正可以去片了 人瘦了當然要穿很多短裙 我今年買了很多很多的短裙 包括我現在穿的這條格子 都是ZARA買的 那我推介給大家 就是這個仿皮裙 這個它是有橡筋的 橡筋 這條是加細碼 其實我也覺得有點鬆的 同一個款我買了四個顏色 因為我覺得它價錢也挺相宜 我記得好像229元一條 就有這個好像… 這個叫什麼顏色 灰… 灰啡色那一條 那一條就是… 呃… 炭… 炭灰色 另外就是有一條黑色 最白搭 還有呢 就是有一條棗紅色的 另外我也買了一條燈芯蓉的裙子 哇這條我昨天才穿完 真是… 漂亮到爆炸 這條我喜歡它 還有一個皮帶 它穿起來也很型格的 很多時候 譬如你現在穿我這些線衣 都可以塞進去 又或者是一些比較厚身的衛衣 都可以塞進去 我也覺得挺型的 好了 好像裙子只剩下這條 這條呢 不要看好像皮件一樣 我還沒扣起來 這條也是一個紡皮的 其實都是那些叫什麼 PVC 即是膠的裙子 是八折的 這條就有少少學院風 少少少少少女上學的味道 另外短褲呢 我只是買了一條 這條短褲是極級推介給大家的 因為呢 它是一個蓉的底 黑色是 然後呢 全部都是金色的G片 這個呢 我覺得都幾grand 而且它價錢是非常之低 都是229 以我記得就是 這條呢 就是加細碼來的 它穿起來 其實 如果你穿衣服 我上面會襯上黑色衣服 又或者甚至有些皮褲呢 都可以這樣搭上去 這條短褲呢 也都可以搭你一些 譬如有金色帶的 Train bag 都幾漂亮的 跟著的category呢 就是這些上身的top 線衣服 我只買了兩件 第一件就是這個鑑條 其實呢 很多人都怕穿鑑條的 但其實 都不會 如果你買一些超粗鑑的那些 好像整條斑馬線那些 那當然不行了 但這些有少少幼鑑 我覺得都可以 而且它穿起來 它這裏呢 這個胸的位置是沒有間的 亦都有增大胸部的效果 我自己覺得 另外一件呢 就是一件普通的黑色的top 用來比較斯文一點 有時我們會去上班 見客 它這個特別的位置 就是它左右兩邊 都有三粒這些金樓 都挺有趣的 然後就是上班的套裝 我就買了一套套裝 那這一套就是 它有些銀線在這裡 黑色有些菱形的紋 還有一些金色的紋 我覺得這件是比較成熟風 有少少 如果在淘寶 你打小香風 有少少Chanel的感覺 但它又很舒服 因為它是有彈性的 而且它穿起來都非常顯瘦的 我看到很多人喜歡 很多人都會去試這個 因為我自己拿了這一套 去Fitting的時候 我都看到很多人在試這套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喜歡 都可以試一下 另外到一些比較厚 有少少Lang的上衣或外套 我覺得買大馬的原因是 因為我打算下面可以穿 我這些長布 還有一條絨的短褲 都會挺漂亮的 這個真的很長 它可以遮蓋到 遮蓋你的臀部 當然你裡面要穿打底褲 或者穿一條黑色的短褲 然後可以穿長布 也是很漂亮的 還有一件很適合OL的 這件是毛毛的Lang的頭 但它胸口的位置有一個很漂亮 有少少Gran的黑色的蝴蝶 很斯文的 我打算自己會去見客 或者真的要開會的時候 我就會穿這個 還有一件是關於上班的外套 這件我買了細碼 我記得好像有點貴的 不知道是699還是899 但它是挺厚的 因為我現在想著冬天 除了少女風以外 我都會走少少大人風的路線 大人風的路線 所以我打算買一件 比較成熟的外套 只要我要真的去meeting 或者去見人的時候 我就會穿這些外套 最後我買了一條長裙 因為快到了Christmas 它整條是銀灰色閃的 它又不會閃得太誇張 但它是超有彈性 這條是細碼 我覺得很適合去Christmas Ball 或者Christmas Party穿 我真的戴帽子 我還有鞋子 忘記跟大家說 我買了三雙鞋 第一雙就是這雙銀色的鞋 這雙銀色的鞋 我打算搭這雙銀色的裙子 我買的時候 第二雙都很大 都是閃的 我打算如果我有晚裝裙 冬天的時候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配襯 這個短鞋 這個短鞋也很便宜 你知道嗎 應該是膠 38號 它是多少錢呢 我忘記了好像399元 是非常便宜 這個是配襯我現在的短裙 非常好看的 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